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好的读者 亲爱的女儿 昨天带你一起去机场 给爸爸接机 路上看见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 再给一个大人带路 看情形 似乎小女孩并不认识那位陌生男性 我拉着你的手走过去 拦住了小女孩 再把她交给自己的父母后 又给那位旅客指了路 你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时因为赶着接爸爸 我没有好好回答你的问题 回家后 想了很久 我才开始落笔 给你写下这封信 和你说说 我的想法 爸爸妈妈哪怕拼尽全力 能保护你十年 二十年 但你 不可能永远待在我们的视野里 你要长大 我们会老去 社会不会给女孩子多少试错的机会 一旦出错 可能就会 懊悔终生 所以 有些为人处事的底线 我希望你懂 今年儿童节 有个叔叔扮成小猪 佩奇的模样 在商场里发糖果 还记得吗 那个叔叔说 在场的小朋友 谁亲我一口 谁就能拿猪猪款式的棒棒糖哦 附近的小男孩和小女孩 都争先恐后地去排队 你也想要 却不想去亲一个陌生人 犹豫地看着我 我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 如果你想要 可以告诉爸爸和妈妈 我们会给你买 倘若有一件事情 让你觉得为难 那就说明这件事情 未必值得你去做 你要记住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值得你用身体去交换 今天妈妈还要再给你 画一道身体底线 不要为任何事 去出卖和伤害 自己的身体 这几天网络上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新闻 一些坏人 看准了现在的小女孩 没有社会经验 又想出名 想当网红的心理 就打着招童心入行的幌子 顶着某某影视公司的名头 在网络上行骗 有个镇上小学的女孩子 就被坏人步步诱骗 以检查身体为由 最后拍了裸照 发到了网上 这个世界上 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女孩一丝不挂的照片 最终传到了同学 家人 亲戚那里 女孩受到打击 一蹶不振 最后迫于压力休学 现在 每周都要去做 心理咨询 刚刚 妈妈又在贴吧上 看到很多女孩 主动发自己的照片 还附上自我介绍 喊着 求出道 这不是明摆着 跳入狼窝吗 有的女孩子还算警觉 在片子提到 要脱光衣服拍视频的时候 果断拒绝 可更多的女孩子 被诱骗 脱下衣服 摆出不雅的动作 拍摄了 不雅视频 这些孩子 都是不清楚 自己的身体底线在哪 才做出如此傻事 小到一根棒棒糖 大到想要出名的机会 欲望 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变越大 但是 你要谨记 女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先学会 真爱 自己的身体 身体底线 这道盔甲 一定要 自己来受 妈妈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很漂亮 像个明星 她呢 恋爱谈了一场 又一场 男朋友换了一个 又一个 可总是深夜发朋友圈 说自己不开心 有一次 我约她出来喝茶 问她怎么了 她想了半天 吐出一句话 大概是 我总在花他们的钱 花别人的钱 心里总归是没有底气的 另一个女孩 妈妈认识她时 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 晒得黑黑的 还自嘲说 别人出去一趟是度金 她出去一趟是度油 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就是个旅行爱好者 为了攒够旅游经费 整个学期的假期 都在打工 就这样 她学校的功课 也没落下 学期末 拿到了一笔 奖学金 大二以后 就很少从家里拿钱了 经济相当独立 后来除了男朋友 两个人也是七头并进 女孩并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 不如人的地方 这个女孩子 讲过一番话 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只要你肯努力 你想要的东西 一定是可以通过 自己的双手 去争取的 妈妈是想告诉你 一个生活底线 未来 你一定要有 经济独立的能力 女儿 妈妈希望你可以 活成自己最喜欢 最欣赏的样子 等你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 你的安全感和底气 应该来自于 你能够摆平 一切的能力 和银行卡里 越来越多的余额 而不是某个男孩子 三言两语的情话 和承诺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一个大森林里 住着小白兔和小老虎 小白兔有一家糖果铺 小老虎有一台冰淇淋机 兔妈妈跟小白兔说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给他一颗糖 如果对方也喜欢你 当然也会回赠于你 小白兔喜欢上了小老虎 太喜欢太喜欢 忍不住就把整个糖果铺 都送给了小老虎 后来 兔妈妈问小白兔 那小老虎喜欢你吗 小白兔只点头 兔妈妈又问 那他为什么不给你 吃个冰淇淋呢 妈妈想告诉你 爱是相互的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付出 另一个人拥有 后来啊 小老虎有了糖果店 小白兔说 公园里生意好 不如我帮你把冰淇淋机 推到那里去卖吧 夏天真热 冰淇淋每天都卖得光光的 大家都在夸小白兔好聪明 可小白兔 仍然一口冰淇淋都舍不得吃 就想等小老虎 能亲手送他一个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小白兔终究没有等到 他把糖果铺和冰淇淋机 都留给了小老虎 自己去了远远的地方 后来小白兔听说 小老虎把冰淇淋机 送给了小企鹅 和他一起住在了糖果店里 糖要慢慢地给 给得太快太多 别人就不觉得甜了 女儿 不要无底线地委屈自己 牺牲自己 就像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 你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显得最卑微 最可怜最没有自尊吗 就是在感情中仰视别人的时候 选择了这么一份委屈求全的感情 就会让你没了底线 没了防线 越是妥协将就 活得越是心酸难受 所以妈妈再三跟你强调 爱别人前 要先爱自己 不要把你全身心的爱 灵魂和力量 作为礼物 慷慨给予 浪费在不需要 和受侵蚀的地方 女儿 生和死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你要认真听 记得老爷最爱看的 今日说法吗 里面有个12岁的小女孩 因为被妈妈骂了一顿 就服毒自杀了 后来医生费了很大力气 也没有把她抢救回来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么轻飘飘地消失了 可在她父母的心里 却是永远也消散不了的伤痛 我知道 你看的故事书 动画片和电影里 有时候会有已经死掉的人和动物 以另一种方式重生的画面 妈妈要向你郑重生命 那些都是错的 生命是条单行道 绝不会有重来的机会 像你这个年纪 并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可贵 生命是一切宝物中最高的东西 亲身是最最最傻的行为 你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想法 网上有个爸爸是这么跟他女儿说的 我们这一生总难免遇到恶人 当遭遇恶人时 如果你没有能力和歹徒斗争 就应该打迂回的战斗 不管手中的东西有多么重要 都不应该和其发生正面冲突 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舍财保命 因为生命高于一切 没有什么物品能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一生中也总难免遇到伤心事 但不管遇到多大的伤心事 都不能选择终结生命 自杀是解决问题中最愚蠢的办法 这也是妈妈想要和你说的 世界越悲伤 你要越快乐 人心越险恶 你越要懂得自保 你要直面挫折 做一个乐观向上 不退缩 不屈不挠 不怨天尤人的人 勇敢去接受人生的所有挑战 因为妈妈希望你 可以体会到这个世界 美丽多姿的那一面 同时感受生命的精彩 封城 骄傲又勇敢地活下去 养育女孩这本书 我看了很多遍 里面有句话 记忆深刻 当你的女儿长大 你能看到 你给她的教育 与她如今拥有的力量 和品质之间的关联 当你离开 一个优秀的女人 会继续生活 她还把你交给她的一切 传给她的后代 好了 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本期读者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杨子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隐隐的烟波流淌成河 月色静暖着残链 你愿她紧绕那毛巾 何顾在湿雨里叹息 何顾在湿雨里叹息 真有归山里 你的声音 疏忽在 暗里的远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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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